1947年8月27日 历时二十一天 刘邓大军最终千里挺进大别山 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是解放战争的一个伟大转折 难知道赫赫有名的大别山究竟在哪吗 为何刘邓二人要带领十二万主力 越过重重填县朝大别山进军 挺进大别山究竟有何意义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大别山位于安徽、河南以及湖北三省交界处 虽体量不大 东西主卖长度仅有270公里左右 但是论起战略地位 那是兵家必争之地 连接三省就不必多说了 更关键的是大别山余脉向西北顺延 能和秦岭交接 往东北望去 又与湾南山脉隔江对峙 可以说大别山加上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诸多山脉 直接将长江中下游一分为二 而大别山作为长江流经的最后一座大山占据着至高点 战略地位可想而知 所谓的万里长江至此封侯也是由此而来 除此之外 大别山区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山高灵异 非常适合部队隐蔽集结和迂回包围 战此一山便能够携制三省要地 这一点在抗战中就有了充分的体现 因此在1947年7月23日 毛主席提出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 下决心不要后方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是很同意这个意见 陈素二人建议内线作战 刘的二人则是建议先打两个月的龙海路 因为当时想要进军大别山 必然要经过黄河泛滥区 到时候行军困难 重武器都得丢掉 另外禁忌鲁狱 野战军主力部队 刚刚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 应该先整顿一下 在7月29日的回电中 毛主席同意了大家的看法 但是本着把控全局的理念 毛主席还是特意给刘等二人 发出了一份3A级密电 要知道 这是当时中央方面最紧急与秘密的电报 而且是由毛主席亲自发送 可见其分量 至于内容也很简单 可以南口为六个字 陕北甚为困难 收到这封电报后 刘等二人深深感受到了中央军委 以及毛主席对他们记忆的众望 立即回电 修整半月后便会全力挺进大别山 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修整到半个月 只修整了一个星期左右 从8月7日开始 刘等大军就开始向大别山区挺进了 而此去千里 他们不仅面临着黄范区 沙河 窝河 鲁河 以及淮河等五道天线 后面还有国民党十几个旅的追兵 刘等大军想要千里跃进大别山 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范区 1938年 蒋介石为了阻挠日军推进 直接派人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礁 黄河水溃地而出 自此便有了号称死亡区的红老地带 虽说随着时间过去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死水 但是想穿过去依旧非常困难 那些被水淹没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一席间只能看到一些坍塌的无疾 即便是那些水已经退去的地方 也是一片片的烂泥 人走在上面 前脚刚出 后脚就陷得进去 为了渡过黄范区 刘等大军不得已留下了一些重武器 可即便如此 想要顺利渡过去 也没有那么容易 好在周边民众 给予了他们大量支持 每当刘等大军抵达一地 当地人员 并紧急动员取来 捐献大树 铜油 以及其他许多物资 有的人为了造船 连家里的门板 老人的树材都拿了出来 可见态度 不仅如此 民众还给部队捐献了大量的单价 车辆 牲畜 以及粮食 甚至连村里为数不多的青壮棉 也都加入队伍一起南下 正因为大家重置成城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千里大跃进 与此同时 为了给刘等大军南进大配合 陈庚 谢富志等人 还指挥着一部分军队 停进了玉西 肃裕等人 则是指挥部队 进入了玉丸苏地区 这三支部队 互为犄角 大大分担了国民党的阻击力量 当蒋介石真正意识到 刘等大军南下的战略意图 想要组织大规模封锁拦截时 已经为时晚矣 刘等大军已经顺利渡过了沙河地区 据说美军顾问组的魏德迈将军 在8月24日离华前 曾经就此事嘲笑过蒋介石 共军一枪不发 攻破了可敌40万大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 顺带着还消灭了九个伴侣的国军 这哪是在逃窜 这分明就是在反攻 魏德迈离去 蒋介石也气得不心 这也为他后来被祈祷去庐山养兵 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并不是说 刘等大军越过了防范区就安全了 因为在他们的前面 还有国军布置严密的辱河防线 辱河作为淮河之流 水流虽然不大 平均宽度也只有60米 但是却水深滴陡 根本就无法徒步越过 想要快速穿过去 就只能走南岸的汝南部地区 国军方面自然也意识到了事件 因此早早就赶到了汝河南岸 不仅占领渡河 而且毁掉了所有民船 准备在那里等待 留等大军自投罗网 结果他们没想到的是 我军在抵达汝河后 发现了国军的提前部署 于是决定派遣先头部队 不惜一切代价 从北岸先行渡河 然后搭建福桥 让大部队过去 虽然国民党军队后来发现了我军 并进行了疯狂阻击 但最终还是被我军打退 先头部队成功抵达对岸 最后福桥打好 我军一边血战 一边渡河 那是最危险的时刻 为了鼓舞士气 旅长和众伟当时都已经带队往前冲 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 更是停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是要压下国军反扑 在作战过程中 国军的渡河浮小 一度被国军用炮火打断 但是工兵员的干部们 带头跳下河去抢修 最终还是保证队伍在下午四点左右 全部渡河成功 在部队抵达棚点后 刘邓亲自接舰的前线指挥员 对此战又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仗打得好 打仗就是这样 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等到渡过汝河后 党在部队前面的天选就只有一条路了 那就是淮河 经过两天多的行军之后 刘邓大军顺利拿下了淮河北岸的县城 也占领了数个渡口 可是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的前面 没有船这淮河该怎么过 要知道 在当时的流动大军中 有很多都是北方人 基本上都不会游泳 下号八月份的淮河又正值雨季时分 河深水急贸然度过恐怕十分危险 可是倘若选择留下来 慢慢造船却也不妥 因为当时敌人的先头不对 距离我军仅仅只有15公里左右 危机关头邓小平起义 由刘伯承指挥过河 而他和李大则是在后面阻击国民党追兵 负责指挥过河的刘伯承来到了淮河边 当即便有干部上来跟他表示 淮河水深恐怕不能涂射 可是刘伯承是不甘心这样放弃的 于是他亲自登上竹牌 手拿竹竿来到淮河水上探测水深 没过多久 他就眼前一亮 然后发布口令 水不太深 立即渡河 战什么二话不说 便准备躺过去 下号当时天亮时分 河水又开始退潮了 士兵们既然真的顺利地渡过了淮河 要知道 自此之前 就算是当地人 也都没有一个敢这么做的 也难怪 刘伯承事后会说 干事情是要细心些的 否则粗枝大业就要害死人 等到我军全部渡河不久 国军也赶得上来 只不过望着汹涌的河水 他们赤出了 因为河水突然又开始上涨 上游又恰好下来了一波洪风 这一下子淮河是彻底没办法涂射了 国民党士兵们却暗暗松了口气 既无奈又庆气 无奈的是他们一来河水就涨 俨然是淮河都在帮助刘登大军 而庆幸的是 他们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渡河 也不用再次跟刘登大军交手了 渡过了这最后一道天险后 大别山便近在眼前了 刘登大军很快进入了大别山山区 完成了组织上交付的这次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其实在正式开始朝着大别山进军之前 刘登等人以及毛主席也是没有太大把握的 他们甚至提前做好了三种预案 第一 部队到不了大别山 第二 部队到了大别山 但是却站不住脚 返回根局地打游击 第三 部队抵达大别山 并在那里扎下根来 但8月27日 刘登大军顺利挺进大别山 与一柄尖刀般地刺进了国民党的胸膛 为牵扯国民党军队顺利展开淮海战役 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当刘登大军成功挺进大别山的消息传到陕北时 毛主席欣喜地表示 自刘登南征后 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然而在刘登大军千里越进大别山这件事上 也有一部分人持不同看法 那就是这次行动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单从杀伤和俘获数据上来看 这次挺进似乎并不值得 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单单只是讲究缴获了多少枪炮 俘虏了多少人 那么刘登大军千里越进大别山 的确是意义不大的 但正如陈毅所说 我们对于军事上的胜利 首先要从战略估计起 其次才是战役和战术的胜利 如果战略上失败 战役战术的胜利 不能改变战争局势 那么什么是战略胜利 什么又是战役战术上的胜利 以刘登大军拉扯国民党力量 盘活全局为力 能达到这一目的 就是战略上的胜利 至于后者就更简单了 能缴获很多物资 杀伤很多敌人 这就是战役战术上的胜利 毛主席也曾发表过 和陈毅类似的观点 缴获多少 这是战役战术问题 如果单看这一点 就以为满足 不解决战略问题 你还是要失败的 由此就不得不提及 前面谈到的至关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想好问题 解放战争爆发后 解放区经过一年的作战 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但是也在人力和物力消耗了很多 流动大军千里掠金大别善 过去让蒋介石如耿在喉 牵扯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 给陕北地区解了围 与此同时也解决了解放区后勤 补给困难的问题 这是一举多得 是战略上的胜利 是盘活全局的一招妙棋 同时也是战略反攻的一道虚目 这时候 如果我们还把目光局限在 缴获和杀伤上 就太过狭隘了 如果当时没有流动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 把陈素等人带领的军队 依旧留在内心作战 那么能不能打胜仗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就像陈毅所说的那样 我们固然还能打些胜仗 消灭敌人几个军 但是这种行为 所造成的战略上的失败 是难以遗布的 所以 刘邓挺进大别山 不仅仅是让他们 去大别山地区作战 更是一种跳出去的尝试 当时跳出去果然是危险 但是不跳出去 恐怕失败在所难免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 陈毅速域领导的华东野战军 也挺进玉婉苏 而陈庚谢富智也顺利进入了玉溪地区 这三陆大军成功地在黄河与长江之间 形成一个品字型架构 很好地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 一半以上的兵力 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 革命千倍 不畏千难 率领挺进大别山 并在之后的战争中 用鲜血为我们铸造了如今的锦绣山河 威威大别山 正正英雄魂 如今的盛世繁华 如你们所愿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